男孩找不到睡觉必备的毛绒熊熊 于是便往床底看去 眼见姐姐不相信 她再次探头看了眼 熊熊请求她把自己带回去 可她的小手没法够着 吉利安提醒弟弟小声一点 她突然被一只手拖到地上 嘴里不停喊着救命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安德鲁已经被拖走 此时警方赶到现场 男孩被绑架超过两个小时 他们找不出任何线索 吉利安被吓得眼神呆滞 沙伦确信窗户都上锁了 除了一楼客厅的窗户开着 但她一直都在这里 听到尖叫才跑上楼 凯特林没问出什么有用信息 另一名警探走了进来 她试着向吉利安询问 但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吉利安一直指着床底 而不是窗户 这未免有些奇怪 沙伦看过下面什么都没有 乔恩感觉吉利安是破案关键 却发现她手臂上有奇怪的瘀青 沙伦很快抱着她离开 凯特林提取到一些窗户的指纹 确定她的前夫有重大嫌疑 家里违反了两次限制令 房子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 两人经过一整晚的调查 还是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但警方已经找到家里 她昨晚正巧没在家 声称自己在汽车旅馆 直到得知儿子被拐走 她露出担心的表情 凯特林并不相信 这时手下带来最新消息 家里会被进一步扣留询问 刚刚警方查询过 她没有在那家汽车旅馆入住 可第二天的时候 这个结论被推翻 家里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她当时和一位女性打扑克 入住在另一家汽车旅馆 之前不想暴露这段关系 凯特林只能重新寻找绑架犯 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乔恩决定从吉利安入手 用她最爱的过家家游戏 希望能听到一个故事 吉利安摇了摇头 乔恩假设两个娃娃是兄妹 又把爸爸妈妈放了进去 她已经给出明确的主题 吉利安连忙把男人扔到一边 丢掉混蛋老爸后 她分别把两兄妹放到床上 又把一只小熊塞进床底 乔恩没看懂什么意思 吉利安在寻找着什么 最后拿起一只娃娃 将其塞进床底 乔恩顿时眉头紧皱 家里应该没有拐走孩子 此时警方出动直升机搜索 却依旧没发现什么东西 乔恩感觉吉利安有话要说 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 对于他身上的淤青 凯特林认为是沙伦干的 虽然他看起来不像虐待狂 但那天晚上确实喝酒了 家里也曾指控前妻虐待 可这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乔恩找不到其他嫌疑人 随即决定实施催眠 让吉利安把不敢说的说出来 催眠很快生效 那天晚上的对话被复述 在沙拉关灯后 吉利安说起那只熊熊会说话 乔恩以为熊熊带着家里 但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复述发生的事情 最后想起那个恐怖的画面 吉利安开始不停尖叫 他不停说着 在床底下 几人只觉得毛骨悚然 这完全是没道理的事情 乔恩急忙结束催眠 一切实在太过怪异 这唤醒了乔恩小时候的记忆 他的哥哥在八岁时被杀害 家里人从不愿提及这件事 父亲警告兄弟俩待在院子里 不然树林里的怪物会吃人 这激发了哥哥的叛逆 他不停朝树林里奔跑 乔恩紧追在后面 可也就几秒的时间 警方只找到一只鞋 凯特林连忙安慰 乔恩每次看到失去孩子的父母 就想起他爸 两人关系一直很紧张 但为了找到安德鲁 父子俩难得聚在一起喝酒 乔恩主动提起哥哥 但他却格外抵触这件事 直到得知安德鲁被拐的消息 父亲终于愿意说起 警方在树林里找了好几天 乔恩说过听到另一个声音 他小时候也曾听到过 所以警告孩子们 可正是因为这么说 他们反而主动跑了进去 看着老泪纵横的父亲 乔恩感觉到撕心裂肺的痛 此时母女俩正在沙发上睡觉 妖怪再次闻到气味赶来 吉利安突然听到 弟弟在呼喊自己 随即来到二楼的房间 疑惑安德鲁怎么在窗户外面 莎伦听到叫声急忙冲进来 抱着女儿远离那扇窗户 她也被搞得精神崩溃了 此时警方赶到房子控制莎伦 他们接到邻居报警 这里传来了尖叫声 凯特林为了吉利安的安全 只能先把莎伦押走 两人发现窗户上的血迹 还没法确定是谁的 凯特林取下一些样本 又拿起桌上的录音带 先将吉利安送去他家照看一段时间 此时两人听着录音带的内容 这是婴儿监视器里的声音 专家分析着三种声音来源 前面都是正常人类的声音 第三种的频率却很不寻常 人类的声音不会超过8000赫兹 而这个是11000 没人说话能达到这个频率 乔恩的猜测被证实 房间里还有别的东西 那不属于人类的范畴 再加上血迹检测 凯特林已经经得目瞪口呆 那些血竟然是沙子 更接近的描述 则是粗糙的结晶碳 两人听得满头雾水 凯特林并不相信什么神秘生物 可根据目前的所有证据表明 这可能是唯一的解释 但凯特林不愿放弃 他查询了整个地区的绑架报告 包括最近的假示范 甚至登陆了国家失踪人口数据库 结果却什么都没找到 这时乔恩突然有了头绪 他试着搜索1800年到现在的失踪儿童 电脑显示3289例 接着交叉对赵薇侦破的案件 又得出2857人 再把他们归入这个地区 又有1522人 但还是没什么规律 就在两人毫无头绪时 乔恩想到了潮汐的符号 筛选出211例 每隔30天左右 绑架事件的数量就会激增 他试着交叉参考月球周期 仍然有近200个案子 他把清单打印出来 失踪儿童都有共同特点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 乔恩拿出一堆童话故事 全世界似乎都有一个关于生物的故事 有的在森林 有的在床底 他想起一种巨魔 接触阳光 就会变成石头 或许这就是那种血液的本质 凯特林终于听不下去了 如果假设这都是真的 为什么没人看见这些巨魔 这就能解释失踪的规律 安德鲁被拐那天 就是五月之夜 凯特林疑惑什么样的黑暗之地 乔恩列举下水道和树林 疑惑着矿山 这时 两人同时想到矿山 凯特林仍旧有疑问 巨魔如何绕过沙轮跑进床底 乔恩推测 他能改变自己的身形 或者释放某种天然的迷幻剂 成年人很难被蛊惑 但小孩子没什么抵抗力 就是那只会说话的熊 凯特林突然想到 也许巨魔是闻到了恐惧 才能精准地锁定被吓坏的吉利安 此时两人看向窗外 今晚竟然没有月亮 他们急忙往家赶去 但巨魔已经来到窗外 他悄无声息地打开没上锁的门 靠着隐形的身体走进来 等乔恩两人赶到时 他已经抱着吉利安破窗逃跑 乔恩急忙拿着枪追上去 却发现矿山门是锁着的 他只能从一旁的小洞钻进去 凯特林紧接着跟来 大声呼喊着乔恩的名字 他一脸猛地回头 巨魔变回原本的样貌 随即猛地朝他扑来 乔恩没法用枪射击 他还想上去帮忙 不料被巨魔推倒在地 只能抄起木棍朝他猛砸 两人合力抓住他 在太阳快要出来之际 把他拉到洞口处 巨魔刚挣脱束缚 就被太阳光照到 整个身体逐渐石化 等两人缓过神来 他已经化作一个石雕 为了斩草除根 乔恩抄起地上的铁锹 两下重击之后 巨魔雕像断成两节 两百年来的儿童失踪结案 他们将吉利安从洞里解救出来 一场噩梦终于结束 而远在法国巴黎 男孩被催促睡觉 在关掉台灯的那一刻 窗底睁开了一双红色眼睛